再来看外在台北市南港区的台肥出租国宅 将在四年之后改建完工 成为八百多户公营出租住宅 预定的租金比市价便宜很多 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巷子里 这些五层楼高的台肥出租国宅 最快一百零六年将变身高楼大厦 成为公营住宅 一百零四年就开始兴建 预计在一百零六年是可以完工 完工后的公营住宅 还将从两百五十四户增加为八百二十四户 格局一到三房 租金也会比目前九千三贵 是市价的七折 三房月租约一万五千元 目前的住户将被安置到临近的积合国宅 虽然改建后不见得有优先成租权 但因为房子老旧漏水严重 对于改建案住户普遍都很欢迎 房子现在都老旧了都会漏 对啊那改建也好啊 毕竟比起市价公营住宅的租金还是比较便宜 但目前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 要住进公营住宅可不太容易 因为以市府定的目标八千多户来看 有百分之七十六还在规划 设计或施工的只占百分之二十一 已经完工的只有两百二十三户 因为整个规划设计新建都有必要它的时间 我们相信在最近的几年就可以陆续完成 我们原来预定的目标 台北市都发局表示除了已经启用的大龙洞 行天公及万龙公营住宅 今年底景文公营住宅 有三十九户也会开始招租 明年底还有安康第一期两百多户 而接下来要启用公营住宅 就得等到一百零六年了 记者林正午郭俊林台北报导